台南好玩的景点 让你能够坐在水中亭静静的网优书呀 梦幻湖是许多看过黄昏唯美湖面的人们在网路上给它取的名字 其实这个地方真正的名字叫做牛布农堂 又叫做牛布尼岩水土保持教学园区 牛布位于台南市龙崎区牛布里 当初农委会水土保持局为了水土保持 也为了乡村景观的营造 在此以自然工法建筑让谷地积水 作为水土保持的示范区 没想到却一炮而红 平静的湖面与白二土山林的结合 每到黄昏就有很多摄影人前来取景 也有人来环湖步道散步 园区整圈慢慢绕完大约两个小时 这里的凉亭非常有趣 是一个接着一个的 而且每个凉亭都是以不同风格呈现 设计相当用心 这是我们进入园区中的第一个凉亭 风格看上去像是乡村田野风 那就废话不多说 赶紧跟着Yona的脚步 一起来欣赏这网路盛传的梦幻湖牛布农堂吧 向前走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凉亭 这看似斗笠造型的凉亭是以欧式建筑方式呈现 眺望天空真是让人心旷神迷呢 天空实在太美了 让调皮的我都忍不住想跟他一起来张合照了呢 那我们就继续接着往下走吧 接着来到这个凉亭市牛布设置的一个牛布景观立体示意图 牛布就像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教室 对于水土保持景观营造 自然工法建筑都有设置教学的园区 非常适合爸爸妈妈带小孩来认识 大自然的知识与奥妙神奇 对于情侣旅游也相当适合 因为这里景观优美让人心旷神怡 适合情侣手牵手静静的散步 山坡不抖更让人能够享受这周边美丽的风景 除此之外这里更适合闺蜜旅游 因为这里景观独特 除了能够拍摄在大自然中清新脱熟的照片外 更能够在梦幻湖拍摄出梦幻甜美的照片 感觉就像是一个大自然的户外摄影棚呢 牛布是个一年四季都适合到访的地方 秋冬时节里非常适合来这里走走 吹着凉凉秋风感受着秋意的气息 春夏虽然非常晒 但这里也设置多个凉亭 让您能够乘凉休憩 感觉这里真是个世外桃源呢 牛布天气好的时候 不管怎么拍 几乎都可以拍到湖面的倒影 春天花开季节到访的话 在园区步道旁 随意都可以捕捉花丛与平静水面的镜像画面 如果体力许可 建议走到步道的顶端 是眺望整个区域的最佳景点哦 除此之外 这个地方若在清晨时刻到访时 仿佛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的仙境般 让人能够感受被大自然团团包围的清新感呢 最后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压轴风景 也是全区一炮而红的著名景观 梦幻湖 抵达梦幻湖前 徐仙经过这个水中楼台 从水中楼台看过去的凉亭真是特别 感觉好像整座凉亭都沉到水里面一样 在凉亭里看梦幻湖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视野完全是水平的 伸手出去就可以摸到水了呢 但是为什么水不会淹到凉亭里呢 因为凉亭跟湖面交接处有一个缝隙的排水孔 所以湖水并不会灌入凉亭中 真是一个既神奇又美观的设计工法呢 stri на与将里是非常之轻强的 знак 如今 在水里头 六百 único 六百 六百 七八 九九 七八 六百 就 除了这个梦幻湖外 这个凉亭的设计也非常用心 凉亭里的每个柱子都用竹子边上 而凉亭的顶端更是将老一辈的智慧 用台语的方式呈现在筛网上面 让人除了能够坐在这里 慢慢享受梦幻湖的美景 还能在这里跟家人聊天 谈论学习老一辈的知识财产呢 不需要国谷走 在那里变得会吃货 是的 几欧洲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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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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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位 亲符 出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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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出流龙 离开前从远处观望的梦幻湖 就像是沉着这个美丽的湖水 悠悠自在的感觉 让人觉得会在想来看看 这让人过目难忘的大自然景观 在入口前的这间牛布尼岩在地文化展示馆 里面还有一位讲台语很厉害的老师 是个台语博士 很会讲台语的四句连 除此之外 这位老师还很会绘画 自己绘画了好几幅在地风景 与自家三合院的画作 真的让人有种在乡间田野 享受自艺生活的悠闲舒畅感呢 这边后久话在 在我的工作室 哦 这种基点的文章 哦 这是你们家 是一条龙的那种 那个庭院 那个是三合院 哦 三合院 哦 在此推荐给大家 但也希望来此游玩的大家 能够爱惜这个地方 离开时把垃圾带走 不乱破坏景点美观 让我们都能一直拥有这样一个 让人心灵放松的好地方 最后想跟大家说 Yuna在此去的时间刚好是牛布在做整修的期间 但只是部分整修并不是全员 所以仍然能够入园走踏走踏哦 我看到都 看到底白肴 自己在说 你们在怎样 都是